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肖战是中国的顶级流量明星 也是中国内地市场的一线明星 但是作为一名演员 现在的他还称不上是巨星 因为在影视圈中 肖战并没有特别杰出的代表作 没有能够被观众奉为经典的电视剧 更没有创造过高票房的经典电影 在中国市场 称得上是巨星的演员其实有不少 他们各自都有属于自己无法被超越的代表作 他们也都曾影响了某个时代 像成龙 尤其主演的A计划警察故事 飞鹰计划等系列作品 都曾打破过某些市场的最高票房记录 也都是观众心目中无法被超越的经典 还有李连杰 仅仅一个黄飞鸿系列 就能够让他坐稳一线巨星的位置 再就是周星驰 他被称为中国的喜剧之王 尤其主演的无厘头喜剧 总是能够拿下香港市场的年度票房冠军 尤其主演的功夫 在国际上更是创造了超一亿美元的高票房 而反观顶级一线流量明星肖战 尤其主演的朱仙 已于2019年上映 累计总票房就只有405亿人民币 而除了低票房之外 该片的观众口碑也很差 评分还没有达到及格线 至于在电影之外 尤其主演的电视剧 大多还都是古装偶像剧 而且其中更是没有一部成为高口碑的经典之作 能够被称为顶级一线流量明星 这只能说明肖战的名气很大 在国内拥有大量粉丝 但是由于尤其主演的那些影视剧作品 都没能成为经典 也没能创造高票房 所以现在的他还称不上是一线巨星 不过他和一线巨星的距离或许已经不远了 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肖战可以说是国内资源最好的一位演员 国内有很多大导演 都选择邀请他来担当自己影视剧作品中的第一男主 像郑小龙导演指导的《藏海船》 就已经确定让肖战来担当第一主演 还有由陈道明监制 胡梅指导的历史大剧《风和近起张居正》 据说也可能会让肖战饰演第一男主角 而除了《藏海船》和《风和近起张居正》 这两部备受关注的电视剧之外 肖战主演作品中更被观众津津乐道的 还得是《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 《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 是由徐克导演亲自指导 在这部影片中肖战饰演的就是大侠郭靖 在最近这十多年的时间里 武侠电影并不是很受欢迎 中国目前的武侠电影票房冠军 还是由徐克指导的《敌人节之四大天王》 而他的总票房也才六亿人民币出头 如此有人曾表示 《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这部武侠片 就是奔着中国武侠电影票房冠军去的 他甚至还有希望打破全球武侠电影的最高票房记录 所以《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 这部影片对于肖战来说是真的很重要 如果他能够打破武侠片的票房记录 让国内的观众再次喜欢上武侠电影 那么肖战自然就会成为公认的一线巨星 节目最后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破